这个是黑猪 叫比较香 一边做菜一边教学 拥有深邃轮廓 有黑肌肤 来自都米尼加的雷尼斯 却教导女儿 怎么做道地的客家小草 有味道吗 二十多年前 雷尼斯跟先生 在都米尼加坠入勤王 选择贡姐连礼 后来随夫来到台湾 落地生根 生了三个孩子 跟婆婆住在一起 但是光熟悉台湾文化 雷尼斯就花了 好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是母系社会 而且说一下子 要叫婆婆妈妈 我朋友要一段时间 才会习惯 不但文化大不相同 加上先生长期在外地工作 家里的大小事情 都落在雷尼斯身上 不过雷尼斯很努力 除了烧得一手好菜 还拥有并及厨师执照 她的辛苦 婆婆都看在眼底 感恩 照顾我 照顾得很好 婆婆的感恩 让婆媳两人就像母女一样 现在不仅西班牙文 中文说得流利 就连客家话也难不倒她 做什么 她说 你做什么 我说 安多粗呀 那个什么番茄跟小黄瓜 她就说买了 我做这个她觉得好吃 有说有笑 雷尼斯的女儿制作卡片 有幸福家庭 Tagi 妈妈为荣 有一个外国妈妈 好像很厉害 然后就朋友会教得比较多 我就是爱台湾啊 对啊 没有爱这个家 没有爱台湾 也没有爱台湾的生活 不可能今天我不会在这里 不可能爸爸照理 一句爱台湾 爱家题 让雷尼斯可以全心全意付出 一边听音乐 一边打扫家里 除去一层灰尘 就为家里带来一丝干净 她的乐观开朗 努力进取 让家里总是充满欢笑 这样的雷尼斯 也成为家中至宝